我抱一下那個鏡頭 然後這個就是老師上個拜要畫的 UNICELL的結構 然後 然後因為它那個 對,這是兩倍的UNICELL 對,2x2 這邊其實可以砍掉嘛,對不對 BOX 對 就是 它原本是長這樣 然後它 UNICELL 然後可是 因為PEPER PEPER上面提到的那個 它的 Lattest constant是 4.93,然後它的角度是90 然後86.56 如果照它的這個 參數下去射的話 或者 它的這個bounding 碳跟碳之間的那個 bomb的長度 它會 會沒辦法照PEPER上面 它所提的1.46 的這個長度下去 下去 下去做這樣子 就是它1.46 就是這個碳跟碳之間的 長度是1.46 如果用這個 金格長數的話 它這邊 做出來就會像 沒關係,用90度就好啦 很接近啊 反正到時候Arting買完 它會自己調一下 好 那所以 我的 金格長數 跟這些bundlands 就是要照它 PAPER上面去做 然後SUPER SALE之後 就看它自己的 調整這樣 對 好 然後 然後 那個DateCase的話 DateCase的話 DateCase有三個種類 然後 像 像這個 這個的話 我已經先把它 在Slam表那邊去做 去做修正 然後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剛剛那個是 Node17 然後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 修正 這個 喔 這不能用 這個說明要用金彈號 你知道嗎 不能用錦字號 喔 因為這是用Fortune寫的 Fortune的註解 它把它用 金彈號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是第一次嗎 對 迭代 都沒收斂 拉上去看看 最上面 金彈號都沒出現過一次 是不是 沒有 好 看一下你的印檔 印檔 印檔 8 你這邊改試看看好了 這 好 警彈好 不然你再忘記改 喔 好 那 我等一下再 好 所以 不然的進度大概這樣 好 OK 好 沒了嗎